把电线捆在一起 和刚才的做法一样 将电源打开 三分钟后插座处开始冒出白烟 又经过三十秒后 电线发生走火现象 此时以温度计来测量 会发现经过捆绑过的电线温度高达摄氏150度 而未经捆绑的电线温度现在摄氏90度以下 经过捆绑的电线温度升到摄氏200度以上时 便会起火燃烧 由于电线经过捆绑后热量很难流通 因此温度上升 铜片变成红色 电线着火后两面的塑胶便会溶解 因此错误的使用方法也会导致火灾的发生